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压力可能是负重或令人不适的坐姿等 还有我们每天都会经历的重大压力 重力 如果你的姿势不理想 肌肉必须更努力地工作才能保持直立和平衡 有些肌肉会变得紧绷和不灵活 一些肌肉会被抑制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紊乱的功能会削弱你的身体处理压力的能力 不良姿势会给关节和韧带带来额外的磨损 增加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并使一些器官如肺部效率降低 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不良姿势与脊柱侧突 紧张性头痛和背痛有关 尽管不是导致这些症状的唯一原因 姿势甚至会影响你的情绪状态 和你对疼痛的感受 因此 很多事情都说明我们要保持良好的姿势 但现在这一点越来越难做到了 长时间以不佳的姿势做着可能会使姿势变差 而使用电脑或移动设备也会让人一直低着头 许多研究表明 平均而言 人类的姿势越来越差了 那么 良好的姿势是什么样的 当你从正面或背面看脊柱时 所有33个锥骨应该成一条直线堆叠在一起 从侧面看 脊柱应有三处弯曲 一个在颈部 一个在肩部 一个在后腰处 但人不是天生就是S型脊柱 婴儿的脊柱只有一处弯曲 就像C一样 其他弯曲处通常在12至18个月时 随着肌肉的增强而形成 这些弯曲有助于我们保持直立 并吸收步行和跳跃等活动带来的一些压力 如果它们对齐地合适 当你站起来时 可以从肩部前面的一点画一条直线 到臀部后面 再到膝盖前面 直到脚踝前面几英寸处 这样可以使你的重心直接位于身体支撑面上方 让你有效地移动 最大程度减少疲劳和肌肉劳损 如果坐着 你的颈部应该是垂直的 而不是向前倾斜 你的肩膀应放松 双臂靠近躯干 膝盖应成90度 双脚平放在地板上 但如果你的姿势不那么好呢 尝试调整你的环境 调整屏幕 使其平行于或略低于视线 如有需要 使用人体工程学辅助工具 确保身体的所有部位如肘部和手腕得到支撑 尝试侧睡 扔紧不得到支撑 并在双腿之间放一个枕头 穿足弓支撑好的低根鞋 用耳机打电话 仅仅保持良好的姿势也是不够的 保持肌肉和关节活动极其重要 事实上 长时间保持良好的姿势一动不动 可能比用不恰当的姿势运动更糟糕 当你做动作时 一定要做对 拿任何东西时应该使其靠近身体 背背包时 两边对称靠着背部 如果你经常坐着 不时站起来活动一下 并确保锻炼 除了对关节 骨骼 大脑和心脏的益处之外 使用肌肉将使其保持足够的力量 来有效支撑你的身体 如果你很关心这件事的话 请咨询理疗师 因为你真的应该站直 既然你的脊椎已经挺直了 为什么不开始锻炼你的睡眠习惯呢 观看此视频 获取有关如何睡个好觉的一些提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